不知道大家一直以來對風空有沒有研究 我最近都對這件事有點興趣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成功的方法 我自己都試了幾個可以跟大家推薦 第一個成功的個案就是我朋友阿榮 話說阿榮去了光顧一個內衣的專門店 之後就成功了 很多朋友都有聽過銅鑼灣蔡太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你在google search銅鑼灣蔡 就已經出現了蔡太 她是一個原本在總統商場賣內衣的嬸嬸 現在她因為總統商場移為平地 她就搬到SOGO去 我相信大家要地址都很快有姐妹在這裡搭到你 她很專業 而且會和大家選你最適合的bra 話說我就去了排隊 無論你是什麼人 你是celebrity也好 你家很有錢也好 你日里曼基也好 你都是要排隊拿醜的 那我那天就拿醜了 等了一個小時 終於都見到蔡太的廬山真面目了 她就並不是好像大家心目中 可能好像劉嘉玲啊 或者是琪琪啊 一些很專業的女性的樣子 她真是一個嬸嬸來的 但是呢 真是超級professional 那你在這裡等的時候 她有四格試身室 那其實呢 你已經不停聽到她在留言 一些姐妹們呢 進了她的試身室 你又高低薄 大小胸啊 你呢 就因為撥些肉 所以這裡呢 就一九九 那裡有一九啊 大小手臂啊 好凶狠的 張凶狠的地方是 遇到一些很差的案例 她會拉開你糖簾 你看 你這個朋友 這裡又這樣 那裡又撥了一塊出來 這裡呢 就比我還粗 於是呢 就終於等到我了 那就會有一位 講話講到沒有靈魂的小姐呢 就會叫你呢 脫掉衣服 除淨空迷放的袋子 等等 那接著呢 就等一會 那蔡太呢 她網絡完呢 她到你的時候 她就會拉開你糖簾 望一望我之後呢 她就會 她全身都是赤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量一下你的肩膀 那原來你的肩膀啊 和這裡的闊度呢 就是一些statistics上面的東西呢 就是 某一個數字呢 一定漂亮 還有你的身形 一定看上去的曲線會好 那你就要朝著這個數字的目標去進發 那首先就不帶bra去量 那當然就是 那胸是四散的 那然後呢 她會為你選擇適合的胸圍 那她會推薦的胸圍款呢 大多數都有一個特徵的 就是 那條bra帶呢 還粗過河粉 那會相當之不優美 還有配不到衣服 那旁邊這一塊呢 就會很闊的 整隻手指這裡那麼闊的 那和大家一般戴的bra 旁邊很幼呢 就差很遠 那我吸的呢 就多數都沒有墊的 那就是 很薄啦 但是就有足夠的protection 那下面呢 就會有一個全鋼線包圍 包到上這裡的 那我就 那我原本的吸數呢 就不大啦 當然很明顯啦 那我多數呢 其實有時候買bra 我會買34A 或32B 那這樣 那那樣 那然後呢 就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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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量一下你這個空的 呃 那尺寸 千万不要买大了 明明你只有31,2 千万不要买大 然后容许你的身体越来越厚 然后千万不要买小的吸 因为这件事代表你把吸不断向后向侧推 然后令到你的身体越来越厚 越来越阔 是不应该的 一定要选合你的吸 然后让脂肪从后面和侧边都推回到中间 于是原来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会买D级的bra 但原来我这样的质素 我这样的条件 都可以买D级的bra 而且真的刚好 方案就是你的尺寸真的买对 千万不要尺寸买大 另外bra都有很多款 它会就着你的胸型推荐你不同的牌子 另外会就着你的大小边 高低边 你即场和你修改了bra 令到你的bra是完全贴服 我带了这些阿婆胸围 是完全贴服 完全兜着的 而且你会觉得 其实你看上去 你都不觉得这个D级有什么大 就是当尺寸小的时候 其实级大一点 并不是有什么惊吓的 你打质看也觉得是很正常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选一个对的胸围 另外就不要强行为了去托它 或者没有一条胸围 不见得人的话 就去买一些太push up的bra 当然我现在自己的方案 都是一些fancy些的bra 有衬衫的bra 有些时候你总会有一些 幼大的bra来衬衫 都会戴的 但是你就多数的日子 都是戴这个 价钱就二百多元 我就买了三个替换 那你就一个星期 你都起码有六日 可以戴到这些矫型的bra 而且戴多久呢 就戴半年的时间 bra后面就有三排扣的 最开始的一个月 那两个月就扣最出 洗洗一下你的bra 会有些松的 那就向入向入 但是半年这个矫型胸围 就任务完成了 那你的胸就会改善到 那的确呢 我看阿榮的胸型 是真的漂亮了很多 很令人羡慕 好 它本身呢 都是属于封门的 但是封门 不一定的胸漂亮的 但是它的确 将它的胸 就reshape到 去一个很完美的境界 那而且呢 无论你是什么身形 都总会有少少帮助 那我见到呢 很多去那里 就是所谓覆诊的女生 都会说 哎呀终于都大了多少 腰又小了多少 而且它会即场 拿把尺和你量度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的手臂都不是粗 背部都不是厚 原来都还有进展的空间 而且当你的胸真的不适合 那个bra 的话呢 其实手臂真的粗了 戴对了 那bra 立即量度 立即是会有了半寸的 另外有一个商业上的小秘密 就是说很多 空园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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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推荐你去拨 空的肉 就是从背部 那里拨到上来 那样 其实是不适合的 这个是一个销售的手法 很多时候他们有些 卖不去的bra 款呢 他们就会跟商店说 你教个客人拨 你把它拨上来 那一定大 但是有拨过的姐妹 就会发现 多几个小时 又是 抹开的 那其实拨 只是一个即时的效果 如果bra要拨才适合呢 那就是不适合你了 那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 做肌了 那其实这部呢 本身是来自newskin的一部 我自己用来绿面的肌 那我都一段时间之前入手了 成五千元 相信现在其实都是这个价钱 那它帮面 通淋巴 瘦面 或者护肤等等的功能 都很好 那其实它 就是简单的原理呢 它就不是用电的 后面入电是for display 它就透过你身体的电流 帮你带动多些血液的循环 和帮助淋巴呢 可以带走一些毒素 那 那 但其实我拨了两次 我就弄开了这部机 而且都弄开了好一段时间 因为你真的 不会在家常常这样拨 因为手很累的 那 而且它又要配合它特定的 那个拨面的精华 那你用完又要去配 那所以当时呢 其实我就把这部机 投行自散了 就是 不会再拿出来的 直至前一段时间呢 我公司有个同事呢 就用了这部机来封胸 那而且是成功的 那所以呢 我就 有心动动拿出来试 那原来换过头 就是换这个 这个其实是 不是碌面的头 这个是碌身的 那另外呢 就去配一支碌身的这个gel 就叫做H-lock body shaping gel 那其实 它的做法呢 就跟碌面呢 差不多 也都原理是差不多 那本身呢 我不是很觉得 琳巴是 就是要去通的一件事 那但是 那的而且 琳巴液的流动呢 是透过肌肉的收缩 和放松 就是一收一放呢 去推动它 去排走那些髒东西 那如果有些位置 其实我们从来都动它不到呢 需要帮手按一下 和透过电流去帮手呢 其实是 都 我觉得都算convincing的 那所以呢 我都会去试 那它的做法呢 就是 你先把它调到四 四这个号码呢 就是用来滑身的 那它有一坨gel的 那你就把它擠了 到胸和液下 那是脱衣服那样擠 不是像我现在这样 那这个始终是一个youtube 那好了 洗澡之前做呢 我自己就比较prefer的 那然后呢 你由这里开始做 这里呢 都要滑一段时间 它隔五分钟呢 就会停一停的了 那你就洗濕手 或者用湿匙包住它 那你就先在这里滑 滑几分钟 这个是一个开始的动作 开了这个穴位 然后呢 我们就去 兜在底部 平时如果我们带得多 那些钢线的bra 其实原来这个位置的淋巴很塞 而且呢 很需要你帮忙 才可以排走毒素 令到血液可以带多些营养来的 所以底部要滑一会 而且真的有些不舒服 有些冤的 你会感觉到很多一粒一粒 即是淋巴那些位置呢 好像我们平时做身 或者做面的通淋巴 是会痛的 少少痛就够了 自己不需要太大力抑下去 然后呢 就终圈 又滑一会儿 然后呢 就向上提升 这样滑一会儿 那做完这边呢 就做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 由液下开始 那每一边呢 其实他建议是十五分钟 但是 又真的很累 那只手 所以我每一边呢 都是 做了多久就多久 但是at least都五分钟 就是他一个 他一个process 叫做五分钟 那做了多久就多久 而且两边做一样 那么久 那即时你会看到效果的了 即刻呢 胸会提升了 firm了 firm了 firm了不是不好的事 它不会收势了 而是它挺了 还有形状更漂亮 营养方面呢 你都要配合 吃一些supplements的 那当然你自己 在这个封胸的期间 可能家里会煲很多 乳汤啊 蛋白质啊 等等呢 其实都是很好 不需要特别去买 如果你真是 世不败休的话呢 那我呢 其实也买了的 那跟这部机 即是同一个地方呢 你可以买到这个蛋白质粉 这个叫做trim shake的粉呢 其实是一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那比起很多牌子的蛋白质粉呢 它是贵少少 因为它的原料是贵少少的 很适合人体去吸收 而且大家记得我说过 蛋白质其实是一条株链 那 每一粒珍珠都是一个amino exit 那这些amino exit呢 靓不靓 其实就为之是我们需不需要 就是我们身体会不会大量需要 那这个动物性蛋白里面的amino exit呢 正正都是我们身体很需要的 一些氨基酸来的 那所以它喝完呢 效果挺直接的 就是 又喝这个 又做肌做风空的话呢 其实 那个胸呢 真的会脏一点 大一点 和漂亮一点 和皮肤都会好一点 那它有一只杯 你早上就shake了 那我可能加多个生果 那我就用了来 就是当早餐这样吃了 那另外呢 它就推荐三个supplements 加上一部机 一起做这个风空疗程的 那就是鱼油丸 那深海鱼油丸 其实就是 Omega3 那其实鱼油丸呢 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得买 我自己为了我胸的着想呢 我的网店其实都进了Omega3 那其实Omega3呢 都无伤大雅的 对皮肤也好 那如果可以 嗯 对皮肤好 而且又是一些对身体 对脑 对心脏血管好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就都不怕吃的 就是蛋白质粉 和鱼油丸 其实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 那如果你的diet 里面经常都涵盖不到 这两样东西 你可以试吧 那另外这个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一个叫做 女性系列的平衡配方 其实这个supplement里面呢 主要的成分就是 月见草油 和大豆耳黄 那大豆耳黄 那大豆耳黄是在大豆里面 提炼的一个刺激素 就是一个植物性的荷蒙 那其实它就和我们身体的刺激素很类似 所以它确实是有风空的效果的 所以呢 我之前都试过呢 天天夜夜喝豆浆 喝到个人都寒了 但是胸子真的大了很多 就是会有一级这样的进状 但是说的是我每天喝两瓶 就是两大纸盒的豆浆 那其实是很寒凉的 这种东西 那你如非必要呢 其实都 我不建议大家去试 那你可以直接服用一些 大豆耳黄酮的supplement去 去试这个效果 那 但是呢 这个酷蒙素也有很多人是不能吃的 譬如孕婦 或者是胃部紧母乳 或者是一些在吃其他药的朋友 最好呢 都是问一下你的医生 那 和我觉得所有supplement都是 要给时间长期吃的 但至于分量是多少呢 你都要视乎你身体的反应 去作出调整的 那我们又分享下一些坊间的风空小提示 就避孕药啦 我自己呢 之前拍摄写真的时候 没有所不用其極 因为我本身真的不是大胸的嘛 那 为了要身形好些呢 都有试过吃避孕药 那也都是会有一个即时的效果 一个星期左右的胸就会开始大了 但是之后呢 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会肥啦 会脱发啦 而且当你做完 拍完的摄写真了 那你不吃了 那你就会 所以 惊奇呢 会乱了 而且会超级大爆瘡 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但是我也是觉得 为了风空呢 就不值得了 那所以如果 为了风空去吃病药呢 我也是不建议 即使呢 我当时是吃剂量最低的 一种 都 都是会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出现 而且常常都很想吐啦 就是 我可能 就是吃的时间短啦 那所以就会 它那个副作用都很明显 好像很头痛 和很想吐啊 和真的肥了很多 那所以吃病药 不是一个风空的好方法来的 那另外有很多人 就木瓜奶了 那我也都试过呢 在 diet 里面呢 是不停吃木瓜 譬如今天呢 就木瓜奶啦 明天呢 就木瓜雪耳糖水 跟着木瓜乳汤 那其实作用都不大的 不过木瓜呢 是一个很清润的食物来的 那其实吃多了都无妨的 因为木瓜里面都有很多身体需要的营养 和始终是水果啦 那你当是纤维的摄取 那去吃木瓜 其实都是好事来的 那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怎知自己还有没有potential大空呢 其实呢 都留意一下自己的长辈 譬如妈咪啦 或者阿姨啦 或者是爹地那边的姑妈姑姐 如果身形呢 都是属于有空那只呢 是得你一个没有 那其实呢 你都很大potential 因为我们身体都是遗传的嘛 那你都很大potential 其实再有得大一点的 真的很可能是因为你发育时期呢 嗯 没有吃够蛋白质啦 或者是运动啦 等等的因素呢 令到你的胸没有发育到 你应该有的水平 那胸呢 真的可以厚天补救的 因为你想想 譬如我们既旗来的时候 或者是华人的时候 那个胸会变大变小 不同你高度 发育过后就没得改变 或者是 嗯 身体其他部分 都是可能发育过后就没得改变 胸呢 都算是可以透过食物啦 做机啦 以及吸收 嗯 不同质量 不同质量的 荷尔蒙呢 可以改善到的一样东西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嗯 可能你快来结婚啦 或者是 嗯 好像有一些朋友 可以准备去隆胸 那我觉得在take那么大的risk 和花一个那么大的钱之前呢 你可以考虑试下这些不同的方法 啊 要提一提大家喔 那一部 这一部封胸的机呢 必定是要你自己 细拾手呢 拿着这个位置 才可以通到电 做到这个动作 而且这部机会响的 它不响就错了 你是绝对不可以叫你老公帮你转的 因为呢 是要你本人拿着呢 才可以通到这个电流的